因为剑心与左支柱意外救下的慧的原因 天才秘太森苍子所率领的玉亭藩仲袭击了神谷到场 虽然剑心与左支柱成功打败了玉亭藩仲的火男 但同时 弥艳也被恶剑射出的毒标所击中 好在会医术的慧对其进行了紧急救治 再加上医术高超的医师爷爷 弥艳很快就好转了过来 只需要稍微休息 就能变回以往圣龙火虎的样子了 左支柱与剑心两人不由的大喜 勋更是吸鸡耳气 勋对医师爷爷表示感谢 还夸赞他是京都第一神医 医师爷爷却表示 主要还是要感谢血药方的人 从解毒药材到调配方法 都写得完完整整简直厉害 这已经不单单是要有丰富的医学知识 还得对药剂的调配有很深的造诣才行 不过对此左支柱与剑心都没有多说什么 仿佛各自的心头都笼罩着一层凝重 另一边 伯儿找到森苍子汇报火男与恶剑的失败 从他看来 剑心的剑法技巧相当娴熟绝非无名 森苍子也让他立马前去调查 一有结果立马汇报 伯儿走后他合上了书本 其实他已经有了一些头绪 神谷道场内为了给弥艳道谢 会做了一大堆胡植饼 看得两个小妹与弥艳口水直流 众人尝过其味道之后 更是大赞 觉得出奇的好吃 勋更是大方讨教厨艺 想要下次亲自动手 不过却遭到弥艳的无情拒绝 看着嬉闹的一家人 惠不由的羡慕了由衷的羡慕 不过勋与弥艳两姐弟两师徒 依旧互相看不上 这也让惠想起了自己的家人 不过面对勋的询问 他却表示自己没有家人 惠独自一人感叹着 果然大家都是好人 可这时 左支柱找上了他 他要惠给出一个 他身上怎会有鸦片的解释 恰巧勋也在这时走了过来 听见了一切 这 这些都是我做出来的 左支柱愤怒了 害死他朋友肖太的 居然就是这个女人 勋阻止了想要动手的走支柱 无论怎样 都要给惠一个解释的机会 贱心也在这时候 走来询问惠 是不是高和龙生的女儿 这次轮到惠震惊了 他不明白贱心 怎么会知道自己父亲的名字 贱心等众人都坐了下来后 才开口解释 原来高和家世代都是医术名家 但由于曾经被卷入了官兵 与藩镇之间的战争 所以导致龙生战死 其母亲与兄长则在战火中失踪 仅仅只留下了一名 尚且年幼的女儿幸存于世 不过惠雪表示 这和他后来的遭遇 比起来都不算什么 他解释五年前 他来到了京都 当时寄宿在一名医生的家中 担当助手 不过那名医生 却与官流联合起来制作鸦片 接着医生由于纠纷被杀 便换成了他来接替鸦片之作 尽管他拼命地想要成为 父亲那样的绝世名医 但偏偏没想到 竟沦落成了夺人性命的绝命毒师 被逼迫着研制廉价 有高产的新型鸦片 而这种新型鸦片 一旦进入社会 将会害死非常多人 也是因为如此 他才拼命带着成品逃了出来 建新表示 既然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了这项技术 那么从今天开始 他就暂时住在神谷道场内 而他则会应对一切 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薰野安卫会 安心地待在道场之内 并且大家都会保护他的安全 并帮助他渡过难关的 不过左支柱却愤然起身离席 他没法和大家一样成为老好人 因为他的朋友死了 听到这一噩耗 惠彻底害怕了 不过建新宇薰安慰 不要躲下 等左支柱平静下来就会好了 毕竟他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就当会以为 自己会过上平静生活之时 突然收到了一封飞飙信 打破了这份安宁 看完后惊恐不已的他 直接就跑出了神谷道场 而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般若早已在野外等过多时 不过这一幕 也被左支柱给发现 他立即跟上 发现是官柳还想找回惠 继续沿着鸦片 尽管会拼命拒绝 甚至死也不怕 可官柳却以神谷道场 那众人的性命 以作要挟 毕竟对玉婷繁重来说 放鸡巴火 简直是太简单了 不要想着从我身边逃走 毕竟 你连死也无法控制 如果不想为身边的一切 带去麻烦 那就继续友好的相处 说完 官柳便不等会有所反应 便直接离开了 会几乎绝望了 他觉得这辈子 都将离不开鸦片与死亡 傍晚 勋来到会的房间时 他已经离开了 只留下了一份 诸有姓名的信件 表示告辞 他要回家乡去寻找 自己的亲人 其实会 实则选择回到官柳的身边 看见等他多时的左支柱 他保证自己 不会再制作鸦片了 左支柱觉得官柳 是不会允许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可会却启示 自己一定说到做到 别着急死 有减刑于本大爷在 你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 好了 勋他们还在道场等着 说不定你的家人 也在某处等着你 不过会还是拒绝了 就算找到了家人 也无法面对 作为制作鸦片的罪人 肮脏的过往 是不会轻易消除的 左支柱嘲讽会 太过于高看自己 背负过去 并不只有他一人 就算他死 自己的朋友 也不可能复活 但活着的人 还可以赎罪 至少总有一天 还能看见自己的家人 突然 左支柱高河危险 抱着会躲过了一道攻击 是一个满脸疤痕 自称羽婷翻中 护卫长侍卫的男人 他要左支柱乖乖交出会 不然就死无葬身之地 可他没想到的是 左支柱直接就接下了他的攻击 并且导致他无法收回武器 直到铁链崩断 两人瞬间战役高涨 互相爆烧而出 但左支柱的所有攻击 对侍卫都不起任何作用 反倒是侍卫 直接将他提起后 给了他一个头锤 实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侍卫骄傲地展示着 自己千锤百炼 可攻可退的肉体 并猖狂地嘲笑左支柱 一定因为脑震而无法动弹 可他没想到 左支柱竟接下了 他接下来的致命攻击 能被我称之为最强的 有剑心一个就够了 至于你这些官流手下的垃圾走狗 根本不配 说吧 左支柱变异拳 郑重示威的面门 还以了颜色 但就在下一秒 身发奇快的恶剑 猛然冲出将会掳进了庄园 等剑心待人赶到之时 一切都以为是意外 不过一座大门而已 怎挡得住拔刀斋的脚步 庄园之内 官流强迫慧继续研制新型的鸦片 不过慧却不为所动 他想起左支柱曾说过的话 这次他做好了觉悟 先杀官流 然后自己再去死 可就在他出手的瞬间 武器就被波蛾给夺走 请酒不迟迟罚酒 那就拷问出配方之后 就去死吧 这时庄园内左支柱与剑心 一路如砍瓜切菜般前进 所谓之处完全没有一核之地 哪怕面对食人火枪队 剑心也无比轻松地破阵而出 随后 左支柱与勋更是追上帮忙捕刀 这一幕幕也看得官流心惊胆战 不明白大名鼎鼎的拔刀斋 为什么会为了这样一个女人 而且就这样与拔刀斋为敌 未免也太恐怖了 与此同时 官流也与剑心对上了眼睛 该出罪了官流 将灰小姐给我安全地放出来 听着剑心的威胁 官流虽然慌得一批 但他还是强行镇定了下来 因为他还有一张志强的底牌 甚至大言不惭地邀请剑心 加入羽亭繁重 成为自己的私兵 并且一人抵上五十人的报酬 不过剑心并没有说话 只是一步步向前逼近着 一百人 两百人 官流不停地夹住着筹码 想要贿赂 可看见始终不为所动 他终于害怕了 立马承诺 会将会无条件释放 只是需要一个小时 他打算利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逼问出鸦片的配方 剑心还是没有说话 静止地走到一边 一刀 一刀就将路边的电杆斩断 砸向了别墅 这一举动使得官流终于怕了 他立马命令般若 去将给剑心等人一点颜色看看 就他这样的态度 却引起了般若的不满 只有他们的首领 孙仓子才有资格命令他们 就在般若准备教训官流的时候 孙仓子出现了 他阻止了般若 表示一定会去将剑心战胜 不过 这并不是为了官流 只是为了要证明 御庭藩重才是最强的 违心意识 虽然与御庭藩重的立场全然不同 但都是一群为了理想敢于现身的人 虽然到了明治时代 很多意识变得腐败于朽 但这个男人不一样 他将会是御庭藩重的猎物 官流不服 因为他付出了酬劳 就应当受到保护 谁要保护你这种人渣废物啊 说完 孙仓子便带着慧 静止去到了别墅三楼 只留下了受到羞辱 怒不可遏的官流 另一边 剑心等人也进入了别墅之中 而他们需要经历的第一关 就是般若 这时慧也从昏迷之中清醒了过来 孙仓子告诉他 神谷到场的人来救他了 不过不要抱有希望 因为他们到不了这里 说完他还扔给了慧一把短刀告诉他 究竟是痛苦的活着 还是安乐的死去 由他自己选择 说完 他便静止离开了 我想尽可能的避免 无谓的打斗 不过般若表示 羞庭藩重 必须誓死遵从命令 而般若作为一名忍者 武器则是皮手套下 绑着的铁甲 更让人出奇的是 般若的拳法速度鬼快 连连两招 剑星都没能成功躲过 好在就在般若准备下杀手时 剑星成功躲开了 还没等到剑星有所反应 迷烟一击就将他锤到 不瞒他怎么静呆呆的送上去给人打 剑星解释 自己看穿了般若的所有招式 但每次要躲开的时候 他的手都突然的伸长了 这时般若也嘲讽剑星实力 配不上传闻 要是连他 般若都无法击败的话 根本不配见首领 剑星明白 这是中了般若的一种术 紧接着 他便摆出了一种奇怪的起剑式 薰看懂了 这是信剑的招式 能迅速应对任何招式的变化 是一种古流剑术中 严密防守的架势 般若也认出了这种防守剑式 不过不信邪的他 仍旧悍然的杀向了剑星 可就在刹那间 剑星轻松一侧 便躲开了攻击 并用刀背成功的击中般若 予以了还击 他明白了般若术的关键之处 那就是他手臂上的条纹刺青 在攻击时 刺青会让眼睛产生错觉 从而让事物看起来 比实际更加的粗短 薄热也明白了过来 剑星百出的那架势 不是为了防守 而是为了测量 自己手臂的实际长度 就在这说话的间隙里 薄热的面具碎了 当众人看见 他面具下的脸庞时 都彻底的愣住了 不过薄热坚信 与庭繁重是最强的组织 所望 他便用出了真正的武器勾转 不过仅仅两个回合 薄热便被斩碎了武器 彻底倒下 紧接着 左支柱便与剑星一起 进入了别墅的三楼 打开房门之时 森仓子早有在这里等候了多时 他告诉剑星 如果想知道会在哪里的话 便用逆人刀来寻求答案 说着 他便露出了封一下的一柄短小钛刀 左支柱十分不满森仓子的自大狂妄 大喝一声便暴起冲了过去 不过森仓子不费吹灰之力 就将他给打倒出去 同时 他也拔出了自己的小钛刀 准备迎战剑星 刹那间 他挥刀直冲射向剑星 剑星虽然瞬间就接住了森仓子的刀 但他却紧跟着就一脚 踢中了剑星的面庞 所以这更是犹如狂风暴雨般的拳头砸出 触步急防下 剑星直接被击飞倒地数米之远 虽然他立马掉头机遇了还击 但却都被森仓子给一一挡了下来 到此 剑星也明白了他的招式套路 用小钛刀作为防御手段 而真正的攻击 则是依靠拳脚推放 就在说肩之前 森仓子之前的攻击的暗精涌现 剑星身上瞬间就出现了瘀青不说 更是口吐鲜血 显然是受伤不清 剑星不明白 这么厉害的人 怎么就成为了走狗